你俩一片练漪 你怎么来了 你不去谈情说啊 找我干嘛呀 找你聊天啊 你要是跟我聊何赵海 免开增口 人家怎么得罪你了 我现在不能跟你谈 还能跟谁谈啊 你也不知道 海嫂 好像你的生活中 除了何赵海 就没别人了 我跟你说啊 我的态度从来就没变过 我不赞成你们在一起 我为什么没能早点认识她 我的妈呀 她说了 她对我们的未来 还是有事想 她要给我一个家 是不是她要你出钱给她买房子 你这个人怎么总喜欢把别人往坏处去想 何赵海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那是实际未到 有些男人 就会等到一个恰当的时候 水到渠成的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记住 不管是什么样的男人 开口问你要钱 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 你都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 何赵海从来就没跟我提出过任何要求 蒸蒸铁铁骨的男人你见过吗 就是何赵海那样子的 我真是受不了 美的你呀 你呀被爱情冲昏的头脑 看她什么都好 还蒸蒸铁骨呢 说出来也不怕酸倒牙呀 酸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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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中的蟒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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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屎西红柿炒蛋也好 嗯 炒乎 今天味道也好 妈 我给你盛点饭 不能做 妈 妈 你看我 我都站到这里面 有两个多小时了 腿直哆嗦的 我真的快晕过去了 哎呀 这样那么一会儿 就不得晕过去了 不知道是谁说 要真心回过来 你点诚意都没看出来呀 妈 不是没有诚意 确实 我确实一天没吃东西了 妈 我去 那个 这个怎么没人吃啊 哎呀 这个我今天 我来 我来 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菜 好吃 好吃 嗯 精美啊 嗯 好吃 妈 好吃好吃 来呀 妈 你看 嗯 我求求你 好吧 我求求你 好吧 妈 是 是 真的 我是重新回过 可我这一天什么东西都没事 我是真的 这事求我没用 你老婆受了算 你老婆吃了 吃了 吃了 奶吃了 喝了 对 我喝了 水 喝了 你喝了 positioned 我喝了 我们喝了 我喝了 你喝了 上人家 真 真 真的晕 给他吃点东西吧 要不死在家里怪难看的 是 妈 我来放你 怎么样 我这朝灵光吧 你这苦肉即是见效 反正 我能为是心软了 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人家有句话说得好 您才是座庙不才撞婚 我不能眼看着他们迷婚 现在旧龙卫家全会跌 要是他们迷婚了可怎么办呢 可是 这婚姻的感受啊 那还是得咱们自己说了算 你想 那面子就是给别人看的 幸福才是自己的 你看看 龙卫 就为了任忠林这事都瘦了一大圈 如果任忠林这小子要是改 那还值他要是不改 你说那文慧就太不值了 那你的意思是 让他们离呀 离不离呀 这就看文慧 文慧觉得行就往下过 文慧觉得要不行那就离 听文慧的 文慧如果是来说 文慧的 即可 文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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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喝好久没事了 你嘴声不饭了 我还是很糟糕的 吃的饭是冷的 喝的水也是冷的 那晚上上烤的都是冷冰冰的 都是喝手机 喝谁呀 都是活该 自己做的 好好的日子不过 好好的太平日子不过 把一个家弄成这样 自作自受 真是 还好意思说呢 受害最深的是文慧 一个男人 怎么能让自己的女人说哭就哭呢 啊 你还有脸哭呢 大家不 你说得对 我都知道 这一次我做得太过分了 这都是我的错 不让文慧伤心 我也恨我自己 我 我恨死我自己了 我 我知道 犯了这么一个大错 连累文慧和我一起造罪 我该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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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这顿饭 我 我就走 我家里所有的一切 我都留给文慧 我才不相信 你会就这样走了 你说的话 我再也不会相信 文慧 我 我真的就这么走 我什么都不要 静心出户 我 我不想让你再为我担心 文慧 你知道吗 我在外面这些日子 我 我看我们之前发的短信 看我们之前拍的照片 我就更觉得对不起你 你觉得对不起你妈 你妈 那么关心我 我 我 我要是再做不出个样子来 我还 还算人吗 文慧 只要你可原谅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 我 你不想让我做什么 文慧 文慧 听妈说几句 她 她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要不 你再考虑考虑 再给她一次机会 听妈的 我会再观察你的表现 我这次 可是看在妈的面子上 我告诉你 我是再也受不了一点欺骗了 你要是再对不起这个家 就没有任何文慧的余地了 我敢 我一定敢 文慧 你要真的敢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文慧 文慧 我一定敢 我一定敢 我再也不骗你了 我好好待你 我要是再骗你 就让老天劈了我 你 你 我 好了好了 别让我麻了 大桃源管桃源 该解决的问题 还得解决 你要心里清楚 你欠下的钱 都是你大姐夫 帮你还下的 谢谢大姐夫 文慧 我不明白了 这大半夜的 你叫我出来陪你喝咖啡 是不是那个何兆海 又去忙他家里的那些破事了 你嘴巴上能不能急点得 什么叫破事 老实说 是不是一个电话给叫回去了 人家来电话说 他二妹 苏文慧家里出事了 那个任忠明回来了 任忠明 就是上次在医院里碰上的 拿了你的赔款 就跑路的那个男人 我说你犯得着吗 还乖乖的让秘书 把钱送到他家里去 那个老太太 一点都不念你的好 还觉得你 心甘情愿倒贴呢 事了他心里肯定着急啊 再说了人家又不是白拿 写借条的 那借条是摆着看的 我就不相信 你会让他还钱 要是来真的 就让那个任忠明 再给何兆海写一张借条 好 这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还钱 是 这时间长着呢 有胳膊有腿的 慢慢还呗 叫你写借条 是给你一个简箍咒 就着你往正道上跑 只要你以后 踏踏实实做人 你大姐夫 他是不会让你下不了台阶的 这个钱是叮心如垫的 我现在负责你 盯着你分期付款 丁小姐又不缺钱呢 不缺钱那也是人家自己的钱嘛 该还的我们还是一定要还的了 大姐夫 这个欠条你收好了 来 该做的事情做好了 反正都回去吧 这一天累下来我也吃不消了 回去吧 回去吧 莉莉 叫大姐夫送你回家 大姐夫送我回去 你就不怕 怕什么呀 你在想什么 你脑子清爽你好吧 我告诉你苏莉莉啊 我已经给你打过预防针了 另外请 大姐夫 你大姐夫办事 我放心着呢 赵海 你给他送上去早去早回啊 路上小心点 去吧去吧 好 我们走了 妈 你走了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路上小心啊莉莉 走 我这药都断了 我得给你妈妈和谈谈 我得给你妈妈和谈谈 跟我进来 走 我得给你妈妈和谈谈 跟我进来 妈 这 这是什么 嗯 这是偏方 很重要的 妈 你要我们进来 还这样神神秘秘的 就是为了给我们偏方啊 知道了吗 你还不会 妈说重要 那一定就是重要的吧 妈这是什么偏方啊 治不孕不育的 前些天 我到一个老中医那儿拿来的 很不容易拿到的 还是宫廷秘方的 这个偏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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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妈 谢谢妈 好 来来来来 你妈知道你心里不开心 可怎么办呢 日子总要过下去的呀 任忠敏 嗯 这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 是要看你的了 妈 您放心 情况我一定 好好对待谋会 啊 还有 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 我一定全力以赴 埋头苦干 这态度还差不多啊 婉慧啊 你什么都不要想 你只管给妈 把身体养好了 吃好睡好喝好 把心情调整好 你呢 明天给我熬这宫廷米房 喝这宫廷米房 天天得坚持 一天不喝 药性就不灵 妈 这个您放心 明天一早 我就按这个方子去抓药 一定好好配合 争取 争取早一点 我也让你抱上外孙子 好 要本事你自己说 我回来 听妈的话 你要相信她 总会被感动她 总会进补她 妈 妈呀 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 你们两个 好好的安定下来 生个孩子 好好活日子 比什么都强 妈 您就放心吧 我这次 一定不辜负您的一片苦心 好 好 好 听说我不是在家的时候 冰心如人口家里了 就是跟家人见了个面 那你们就算是正式定下了吧 算是吧 没想到我才走了几天 你们 姐夫 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哎呀 哎呀 感情这个东西 谁也说不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你真的喜欢丁心如吗 那你真的喜欢丁心如吗 这个 应该是吧 不过姐夫 我真的不能接受你们两个在一起 你们两个完全不是一路人的 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啊 是啊 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怎么能和丁心如将的人在一起 那差距太大了 是啊 但是相处一段时间吧 我觉得还行 我们对未来都有共同的想法 不是 姐夫 其实 你没有仔细观察过吗 其实在你的身边 有一个比他更适合你的人 其实 对不起 姐电话 你在哪儿啊 我送莉莉回家呢 外头起风了 打得着车吗 要不要我过来接你 哎呦你在说什么呀 还接他 跟他说 让他来接你 不用不用 你也早点回家吧 那个 不许明天顶着熊猫眼来见我啊 要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你就给我电话 好吧 就这样说了 好 你刚才说什么 没事吧 哎 哎 莉莉 姐夫你不用送了 祝福你们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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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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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莉莉 莉莉 要不要吃苹果 我削个苹果给你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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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 你干什么去啊 睡觉 不是 这么早就睡觉啊 饿不饿啊 要煮点宵夜吃去 来 不想吃 不想吃 啊 来 什么 嗯 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丁总 不好了 公司出事了 有人把公司给告了 说我们 说我们不震荡竞争 什么 怎么办呢 怎么会这样 喝水 文慧啊 我这一次我是真知道自己错了 我这次回来就是准备让你出气的 我有心理准备 你怎么惩罚我都行 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要不你打我几下 打我几下 你不打 你不打 那我自己打啊 狠狠地打啊 我自己打啊 我该死 我不是人 你不理我 我就一直这么打下去了啊 文慧 我错了 我办的事情不是人干的 我太不对了 我真不应该 我对不起文慧 我 你去哪儿 我去客厅睡嘛 谁要你睡客厅呢 谁要你睡客厅呢 回啊 你不生我气了 是吧 我是怕明天要整理客厅很麻烦 不过那至少说明你也是宽宏大量 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已经原谅我了 是吧 我老婆最同情达理了 我最同情达理吗 那你就是在说我笨 我是全天下最笨的女人 你不是常说我脑子被门夹过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脑子被门夹过之后 你更聪明更温柔 行了 我现在是爱莫大于心死 我说不动了 也不想说了 以前我会骂你 跟你吵 跟你盯什么家规 那是因为对你还有点期望 但是文慧 那你现在继续骂呀 你狠狠地骂 肆无忌惮地骂 好男人就是被女人骂出来的 是吗 我怕我没这个本事 反正我也想开了 现在应时半会儿离不掉这个婚 以后去婚日子吧 谁也别烦吃谁 文慧 文慧 你 你这样我心里更难受啊 你还不让我去死掉了呢 我这一次是真的改了 我真的改 我要再犯的话 我就真不是人 要不这样 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你还有脸说你要写保证书 你看看你以前写了多少保证书 第一次 我相信你 那是情有可原 第二次 我相信你 那我是傻子 反正我已经傻子做到底了 现在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再相信你了 文慧 我知道你 你心里其实已经原谅我了 你就是摸不开这个面子而已 真的 我 我有感觉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心有灵犀的 至少你还愿意继续跟我过日子吗 那是做给妈看你 以后你任主名想过什么日子 随便你想怎么样 我练了 我要睡了 文慧 文慧 这一次我真的改了 文慧 我真的改了 我发 我发 我发誓 我发誓 灯灭我灭 我要是再犯的话 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我 反正你任主名发誓 是你最拿手的 就像放屁一样 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翟先生 我会跟西如商量的 有人把公司给告了 对 翟先生刚才打电话来说了 他也是刚知道 他会派人去调查的 现在只是知道一些皮毛的事情 说是有人把匿名信 写到行政工厂管理局去了 说咱们不正当竞争 胡说八道 谁这么缺德啊 没办法 现在这个时候 正是很敏感的时候 正在整顿房地产 所以说要彻查 在彻查的时候 可能会冻结公司的资金 另外那个公司营业额 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不正当竞争 我没有做过任何违法违规的事情 这就是误告 这个事也太巧合了 明天就要投标了 今天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喂 好 莉莉 给我一分钟时间 我是来道歉的 你别拦着我啊 你要拦着我找警察了 你找啊 你找 在警察来之前 我必须向你道歉 你原谅我吧 毛警方 你真是无耻掏底了你 我无耻 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我太爱你 我太爱你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是 我这样做是不对 但是我没有问你 我没有恶意 我真的没有恶意的 你说完了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可能原谅你 如果我现在手里有一把刀 我先马上捅死你 别讲这些气话了好吗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莉莉 放开我 挡得好 真的挡得好 如果还不够的话 你继续挡 继续挡 放开我 只要你能原谅我就好了 放开我 你掐掐这火石头 你啊你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纠缠我 我就要把你送进监狱 如果我有什么办法 我一定要把你送进去 不信你试试看 莉莉 你一定要是跟警察解释吧 好 我再也不纠缠你以后 你跟我不可判 但是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你是不是爱上何兆海 苏莉莉 你别再骗自己好吗 何兆海他爱的是丁心如 不是你呀 你跟他永远都没有结果的 你别再骗自己了 好吗 你别再骗自己 你别再骗自己 好吗 何兆海他爱的是丁心如 不是你呀 你跟他永远都没有结果的 你别再骗自己好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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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吗 我 马上过来加班 通知企划部的 全部过来加班 来 你喝口水吧 算了 我知道我心里急 但是这个时候 不能乱了方寸的 尤其是不能把身体累坏了 你看看你这个眼睛 现在跟兔子似的 你这个掌门人 现在要倒下来 你说让底线人怎么看你呢 是吧 你赶快回家吧 这儿有我 我盯着 好吧 我哪都不去 我必须留在公司 你看你这个 那也行 那你 你不回家 就躺沙发上歇会儿 员工我来联系 好吧 这行了吗 行 听你的 那你得答应我 等他们一来 马上把我叫醒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来 来 我 闲口 看你 也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 用上眼睛 这 好 去吧 是 这 你知不知道 我 你知识 不知 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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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你啊 怎么着 我现在在那公司大佬 你下来一下 我有事找你 你等着 我马上就下去 你找我什么事 当然是大事了 要不 怎么会半夜三更打电话找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大家都是聪明人 你说我怎么知道的 这么说 背后搞阴谋的是你 何昭凯 我先纠正一下你的措辞 这不是搞阴谋 这是谋略 不过 今天我有个交易 可以让中天逃过一劫 不知你是否感兴趣 我跟你这种人不做交易 只要这个交易成功 中天可以没事 其实你也知道 商场如战场 有些时候 得用些非常地手段呢 之前我在中天当总经理的时候 做过几个项目 用了点 我想你明白 我 我想你明白 所以你现在把这些事都兜出来 都推到丁心如的身上了 对吧 不在其位 不谋其职 现在谁是中天的老大 谁就要背这个黑锅 毛锦峰啊 你还是个男人嘛 你用这种卑鄙恶劣的手段 迫害你曾经爱过的女人 你真无耻 无耻 对 你也说我无耻 怎么了 一天晚上有两个人说我无耻 不过有一句话是对的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何兆海 商场如战场 这不是老生常谈 是血淋淋的事实 如果你玩不过的话 早点滚蛋 你想跟我玩是吧 好啊 我陪你 你说怎么玩 我知道你对丁心如很体贴 很包容 这很好啊 敢当护花使者吧 也是西医女士的一种方式 既然世事都护着丁心如 看你这一次 是不是愿意 帮她解这个围 有话就直说 好 你爱着丁心如 我爱着苏莉莉 但苏莉莉心里只爱你一个 条件很简单 只要你 让苏莉莉对你彻底死心 那我可以放中天 跟丁心如一马 怎么样 公平吗 苏莉莉怎么会喜欢上你呢 这个不用你替我操心 你要做的 只是要让她死心就够了 毛静芳 你真是打错算吧 找错人了 我可以把这个事 跟苏莉莉说清楚 但是 我绝不跟你做这个交易 我会把你这些所作所为 都告诉苏莉莉 让她离你远点 你别这么着急着回答我 想清楚 如果我把我掌握的东西捅出来的话 丁心如会有什么后果 那我告诉你 如果你敢伤害丁心如的话 我饶不了你 我想要让你来 我准备 您看你 咱和一个人 咱们 我 我知道 你介绍 为我 先救着你 听我